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音的纪录片是 马修·克林斯谈美 什么是美 怎么欣赏 马修·克林斯 学者提出十个 自己欣赏美的角度 包括自然 简单 一致 转换 环境 生命力 惊喜 样式 选择 自发 来跟大众分享 他认为的美是什么 今天很高兴请到 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 郑志伟老师来到现场 郑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想美是一个 很主观的感受 每个人对于美的感受力 其实会因人而异 有很大的差别 举个例子来讲 像舒比塔索的话 有些人可能觉得 哇 这个是一个 masterpiece 可是可能对 有一些人来讲 那到底画什么 可能看不懂 你讲得很科学 其实应该很乱话一通 的确真的会有人 有这种感觉 那这部纪录片 很有趣的是 马修科林斯 他提出了 他对美的这个观点 那我想马修科林斯 对于很多观众来讲 是不熟悉的 是不是我们先来 谈谈这个人 那怎么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纪录片 就我所知 他是一个创作者 他也是一个评论家 那他也是一个写作者 我觉得就光就三个角色而言 他就有足够的经验 还有相当的思索的深度 可以谈美 那当然呢 我觉得有许多的专家 例如说艺术史家 那对于许多的经典名作 当然是非常的熟悉 那么美学家 才可以谈更抽象的美的原理 那有许多的这个美术教育者 也可以谈很多的跟观众 一般的民众或学生 第一线互动的那种经验 可是呢 要综合的谈各种领域的美 那它是一个挑战 那我觉得这个人 那BBC为他做一个节目 也到各处去拍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值得烈如鼓舞的事情 因为有一个人有这个热情 去谈各种形式美 然后最后呢 还归纳几个原则 那我们看完这个影片 或许不以为然 或者仅同意其中部分 那你不能否认 他有一个热情 甚至有一点雄心 想要归纳这个世上 所有的美景 美物 美事 美人 美化 要给他提炼出一种先得 那光就这点来说 我觉得他是敞开身怀 去拥抱各式各样的 所在美这个名义之下的 所有的可爱的事物 以及亦能感动的事物 是 而且我们都不知道 觉得说原来美也可以 从这样不同的角度下去看 那尤其他这个 第一个举出来的这个例子 就是南法的这个米洛大桥 那这米洛大桥 它提出来一个就是自然 那我们会觉得说 桥就是非常人工的一个东西 可是它却是用一个自然的角度 去诠释它的这个美 那我们在看这座大桥的时候 其实它其实也涵盖了 它其中很多重的一些 关于美的一个因素 那是不是我们就先来 谈谈这个作品 关于自然这个志愿 我的领会 跟我们从字面上了解 自然不同 我们觉得自然是自然而然 就是东方人的思想 可是在西方人谈自然的时候 它至少两个含义 第一个自然是跟人类 人文相对的 它是有暴风雨的 有海啸的 是让人类恐惧的 那么人类从恐惧它 理解它 适应它 到最后征服它 在一座大小谷上面 建了一座桥 去超越它 也许跟人自然可以相处 但是某一种层面 征服的自然 战胜的自然 灵乐的自然 这是西方人所了解的自然 要不是有这种雄心 或这种概念 也不会发明飞机 把人载上天空 载上月球 所以它们的自然 其实并不是我们说 诶 足够茅草屋 在这个山水之中融化期间 不要很突兀地显出自己 它们自然实际上 是在跟自然搏斗 或者跟自然去角力 我认为这个自然教理理解 是 它好像看到大自然的 它那种力量 去产生大自然的那种 利于美的那种呈现 所以真的是 可以看出它的这个企图心 那另外其实它还有提到的一个 很有趣的部分 就是转换 那它举的例子是 那个洞穴里面的那些作画 那这怎么样去传达一个转换 它在这方面的这个看法 其实也让人家觉得很有这个 琢磨的空间呢 有时候我们用一个字眼 去理解 比如所说的话 有时候有点想象力 是 这想象力并不是说 我们要去想象来一点 而是说 那个语言啊 有时候是个工具 是个巧合 有时候是个障碍 我们太着重的修词学 比如说转换 Transformation 或者说它到底转了什么 或者我们这样讲 我们看小孩子的画画好了 原始洞窟的壁画 跟小孩画画是一样的 因为没有人教导他们 他们就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 开放它的感受 然后形之于图画 然后我们常常会看不懂 我们常常看不懂小孩的话 可是没有小孩的话 没有一笔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我们看不懂 那么原始人也是一样 那么只是说 他们在从眼睛的感官 到变成一张画的时候 他经过什么转换 如果我们来理解这点 我们就觉得 哎呀 原始人的话 他怎么把这么庞杂的现实 抽练成这么样 很简单的线条 对对对 是 所以他中间经过的 转换的那个能力 可能是天生 可能是部落的一种 一种意义 可能有很多很多层的这种 巧妙的这种思想 那我们只能赞叹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就如同我们看小孩画的画 我们只能拍手说 哎呀画得好棒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他为什么画得这么妙 或者画得这么齐 我觉得艺术有一个特征 就是真的是转换 就是我们不是拿素材翻上来 给你看好的部分 有时候素材太多 我们只能选择 当然后面我会看到选择 我们只能转换 或者把它变个样子 更精练 更精粹 更直接 更简单 其实如果从老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用小孩子的观点 小孩子的话 来让我们去 协助我们了解转换 其实发现 其实转换是 艺术创作里头 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等于同样一个作品 可是不同的画家 或者是不同的 艺术家 对 对 对 他作品的风格 会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把素材变成 一个你看起来 哎呀生得我心的一个感觉 他到底有什么变化 就是个魔术 另外一个让人家 比较觉得很惊讶 他怎么会 把它放成的 放在里头成为一个 衡量美的概念 其实就是环境 那他举的例子就是 现代艺术的这个 呈现的这个展场 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干净 可能就是一面白墙 那用这样子去惩托出 这个艺术品 那从这个环境的角度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我们翻遍了这个经典美学著作 都没有提环境这件事情 然后进入21世纪 我们每天都在思考环境 我们人怎么对待环境 环境怎么回报我们 所以他谈美也谈环境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概念 那只不过这个概念 有时候小心不要穿着附会 那我觉得他谈的也很有道理 就是空间之于我们 他就有某种效能 有时候是只要 我们只要进到一个安静的空间 我们就安定了 我们就感受到一种 进入情境的那种 说不出来的感受 他跟心灵的宁静 他跟平静的感受 跟有时候看到一件 很好艺术品是类似 它有时候就是空间给你的 那这样来说环境 它就并不止于一件 你所关注的对象 而是一个包围你的空间 那这个包围你的空间 把它广义地说 就是环境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概念 这个标准很有创建 而且他举的这个例子 我觉得更是有趣 我们如果要就是说 一个空间的一个力量 我们可能会去选一个教堂 对对对 我心里第一个想到 也是这样的 是他竟然是选了一个美术馆 而且它是一个 专门呈现这个 现代艺术的这个展场 所以他其实在取材上头 也有他很特殊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他的艺术家性格 有可能就在里发挥的 就是雨不惊人死不休 也就是说你要让人 出奇意表 让人觉得 哎呀这么奇 然后再一想 哎有道理 那举教堂的例子 太理所当然 太已经深得人心了 那另外我们来谈谈 这个生命力 我想生命力出现在 艺术创作里头 是大家最容易去接受的 一个美感的一个力量 我们几乎都可以举得出 我们自己觉得 最有生命力的作品 那想请教老师 就是你觉得哪一件作品 是你觉得说 最能够展现出 生命力的这个美学呢 我觉得 也许我讲的跟大家讲的 类似 就是范吾相伟奎 是 也就是说 如果在十九世纪以前 才在一百年前 我们对艺术品的 这个最高标准 还没有到生命力 而且我们对美的想象 跟判断是外在的 你说这个人美不美呀 美目叛兮 对不对 然后这个巧巧芊兮 这都是外在的 萌起眼睛 我们就不能感受了 而生命力却不容易看见 它是某种困顿 某一种冲突 或者某一种挤压出来 或者某一种 如鲜花怒放一样 你遮不住的 它不是静态在那边 慢慢让你分析的 而常常它是有缺陷 可是我们不在乎大的缺陷 我们只要看到 它有萌生的一股力量 它就感动了我们 所以它不是一种客观的美 它甚至是一种很主观的 你感受到 它表达出来了 那这个呢 大概在十九世纪的末尾 就范古这个时代出来 我们就感受到 有一种画家画的画 全世界人都不喜欢 没有人买 然后大家都觉得 它为什么画得这么怪 那可是呢 我们今天看起来 觉得好感动 并不是因为审美观改变 而是我们的视野更宽敞 我们除了喜欢美丽的东西 漂亮的东西 我们还欣赏那种 有生命力的东西 那这种生命东西 常常在困顿的时候 激昂的时候 然后 不屈不挠的那种空间里面 再度展现的效果 展现出来 然后以这个观点再往前看 哎呦 每个时代都有这种艺术作品 你用这个标准再去审视 你会发现 以前被忽略的作品 现在都忽然有了生命力 没错 所以它是一个新的标准 当然去现在有100年了 在十九世纪 还是一个很新的标准 是 尤其就像老师说的 这个生命力 它不需要有一点激发 它才出得来 就好像我们去观察一些 可能是希腊时代的 一些雕刻作品 那也都是当去展现那个 去展现那个力量的时候 也都是在对抗某一种 某一种环境 然后去激发出一种 可能是肌肉的美感 或者是躯体的扭转的那个美感 似乎都需要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磨难的那个美 才能够呈现得出来 那另外一个 我想大家 一个现代美术的观念 我们就很能够理解 就是旌旗 常常我们会强调 作品里面的这种对比性 那或者是说 它怎么会这样子去呈现 让整个欣赏者 有一种很特殊的一个感受 那其实很具代表性的 就是毕卡索的作品 我们根本不知道说 原来艺术是可以这样呈现的 不 有时候惊奇不是好事 有时候惊奇又是带来困扰 就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毕卡索 也许有个学生时代 或许多人第一次看到 觉得说 它现在是疑问不是惊奇 它说这也算画吗 这个人也会画 小孩子也会画 又要画一通 然后带来的是一个不适应症 不适应症之后呢 我们就看了两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 我们再也不看这个画了 那另外就是转机 有人说你看看嘛 我替你解说 然后我们就也许 这个谁不满意 但可以接受 然后或者说 按下不表 或者说以后再弹 然后至少我们没有 完全把它排剧 那这个旌旗 它就有了一个用因 一个缘分的缘 那以后也许我们就 会第二次第三次 既有很多次 慢慢习惯 然后习惯以后 然后到接纳 接纳以后会 开始欣赏 欣赏以后会狂爱 狂爱后会 会专爱 你都不一定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 走到这个历程 所以一开始这个激情 就让你不要忽视它 尤其是 我帮你勾住了 现代艺术家 很知道就是 我们没有太多机会 等待别人 慢慢地喜欢我们 我们要一开始 让他们记住我们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人惊奇 是 它也是一个条件 也是 所以现在我们 其实看到很多 现代艺术 真的就像当年 看到毕卡索的艺术品一样 这个也是艺术品 那个真的会让人家 有很多的疑问 而且困扰 对 应该是 更多的可能是造成困扰 那另外有一个 在里头影片中 有带到的一个 它的翻译可能是 模式或者是形式 Pattern 对 可能用英文的方式 比较能够包含它的意思 那他举的是一个 通尼西亚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那透过马赛克的拼贴 是去呈现这个美感 那就我们一般人来看的话 我们要去如何去了解 这个名词背后的精神呢 或者我这样来理解它好了 就是说 世间的事物有许多是 我们承受不了的 到最后我们说 哎呀 赞叹 那这种包括 巨大的金字塔 这种建筑 也是不一定巨大 有时候是繁复 细密 就是你举的这个例子 对不对 他心里倒是想说 哇 这要花多少年月去把它拼凑 组合 这么样细致 近看有它的质地 远看有它的整体 你想象不出 这个东西怎么制造成的 但是它有一个简单的模式 它的组合法很简单 它只是有耐心 有工作的流程 慢慢把它组成一个 超乎人力所能及的一种 工作的成绩 那么中间你要分解到最后 是一个简单的拼凑的模式 马赛克这个含义就是拼 拼一块一块的东西 叫马赛克 所以马赛克刚好代表的是说 许多绘画是一笔灰旧的 建筑是加上科学的 可是这个拼凑的马赛克 可以在地板 它不用太多科学的记忆 或在墙面 它要的就是一个精细的 把小的单元 用一个正确方法拼凑 那么只要有时间有耐心 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版图 所以它举出这个例子来 我觉得也跨越了我们对经典的 密体的建筑 环绕空间的雕塑 平面的绘画 或者原始人的绘画 或是其他 现代人的环境的空间 它也想到了这一点 因为马赛克的确是一个 重要的艺术类型 古希腊的绘画今天看不到了 可是古希腊的马赛克还在 继续留下来 因为瓷砖的颜色不会消失 陶瓷烧过的颜色 永远在那边 所以马赛克算是一种绘画 对不对 但是它不是图的 它是拼成的 所以模式 拼贴模式 或者某种工作流程 它的确会造成一种 伟大的 人力不能及的一种经典作品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刺绣吗 一样 对对对 刺绣也是这样子 通过一个很繁复的过程 一笔一笔 慢慢去呈现出一个 很美丽的图画 对 刺绣小 马赛克大 对不对 其实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固定模式 所以当刺绣在 在一个 类似的动作里面 去做到极精极细的时候 你放大 它甚至会变成一个大的马赛克 是 所以其实我们 当了解这个元素之后 我们又可以慢慢 可以有自己的归类了 对对对 你讲得太好 其实这个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参考 然后他走了第一步 然后我们就修正我们的 采纳它的 然后发现 我们也有了很多 patter模式 来感受 来欣赏 其他的事物的美 那另外他举的这个 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选择跟自发 那这两个真的是 尤其是自发我们 其实真的从字面上 要去感受它 为什么会去选择它是一个要素 是很难懂的 那选择的话 其实它又会跟 好像转化又有点接近 那老师你怎么解读呢 我这样来讲这个字眼好了 我觉得人的思考 跟人的行为 它每一时每刻都在选择 我选择一个字眼说出来 我修辞 我的手势 有时候不自觉 但是也是一种选择 所以选择是永远存在的 一个过滤 一个提面 一个聚拢 一个打散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最后达到一个新的形式出来 它召唤成一个什么 行 transformation 那是另外一个阶段 不会有很多 很多相近的地方 可是我要谈谈自发 自发太有趣了 自发就是一个 没有目的的 自而然产生的一个行为 或者感受的后果 这样讲好了 现代艺术特别讲究这个 也就是说 你真是说话不打草稿 那就即兴演讲 你画画都不打草稿 就是自发的绘画 不打草稿 不做计划就是自发 就是自动自发 就是有点接近自动 那么古代的画家 要打草稿 也就是说 一张画画完以后 他可以画第二张 因为他还有草稿 可是现代画家 画不了第二张 因为他大概有个想法 就画了 画到哪儿 算到哪里 或者画完就算了 你说 棒了 再来一张 不行 感觉不对了 他没有计划 是 他要的就是 我不要计划 那哪一种好 都好 只是看哪个时代 我们重视什么 新的时代 我们比较重视 独一无二 没有计划的 自己展现 少一点思虑 多一点感受 并且这个感受 是当下的感受 是 那这是比较 接近现代精神 所以你看有 即兴舞蹈 是 即兴作诗 即兴演讲 还有爵士乐的 即兴演奏 那也很精彩 你们就觉得 为什么这些人都可以 他也可以训练 是 那这个训练不是 训练一种模式 他完全是一种 浑然天成的呈现 他其实也可以训练 这个即兴乐也有模式 但是他会懂得什么时候 我就放开来玩他一玩 有这种自在的感觉在里头 对 那这样子呢 我们欣赏的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很困扰 我们跟不上他 他跑来跑去 那个音乐跑来跑去 话跑来跑去 另外一种就是 太棒了 很过瘾 我跟你跑 是 所以呢 我们要欣赏艺术 要出入古今 常常会需要一些模式帮助我们 这个评论家作者 他就举出了 超越古今 超越梅材 超越形式 超越创作流程的这种模式 标准 类型 来给我们 然后来理解这些 那么我觉得 初步我们可以 欣赏这十件 他举出来作品 进一步可以 随时举上我们身旁的 所谓的艺术作品 要看说 这是属于哪一类 我可以欣赏它 依照我原来的模式 我就不懂了 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借来用一用 这个十个模式 我倒觉得是一个 很具创意 也很有参考 这样子的想法 说到这里 我就真的很好奇 那像老师 您自己对于美的定义 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美是一个 无法分析的一个 大的东西 叫大美不严 大因牺牲 大方无虞 就是因为大到一个地步 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它了 可是它也可能很小 例如说 俯首见到六珠很美 两观这个宇宙 看到星辰觉得很美 然后看到 感受到一个美的氛围 它不是音乐 也不是形状 我们闭上眼睛 觉得渐渐很美 就是不可说了 所以美 其实它远的时候 远得不得了 你根本碰触不到 连言语都没有办法 碰触到它 近的时候 你会觉得 每样事物都美 甚至说有人说这个台子美 那有人不以为然 我说它洁净 它单纯 它给我一种静下来的思路 那你又突然觉得 你怎么发现这个 那它就变成一个 现实中一个 随处都可以发现的 一种可能 可是呢 我觉得 真正想要探触 很动人 很深刻的美 不能禁止于现象中 有的 然后因为模式 有时候 我们要 做一个冒险 没错 真的是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真的除了我们了解 这个影片中 它给我们的 十个了解美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要去踏出那一步 去跟它相应 建立出来 我们自己对于 审美这个感受 那我们才有办法 真正去领受到 美给我们那种 很愉悦的感觉 那今天真的 再次感谢老师 来跟我们座谈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真实 感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